周博是个吹唆呐的,靠着三顿小地儿在乡里讨生活,不管是埋的丧事,还是结婚的喜事,只要团长一个电话,就随叫随到,周博每次吹的都非常卖力,从来没有客户给过差评,时间长了,周博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人,他每次在台上吹的是吭哧吭哧,这个人呢,在喜酒上是逼刀逼刀,后来听团长说,这个小痞子到处吃鞋,而且还不给上礼,好像名字就是什么刘静,周博有点羡慕这个刘静, 原来呀,一个人的脸皮还可以厚成这样,白饭都能吃出VIP贵宾的感觉,哪像自己这老实疙瘩,吹锁呢,多换两口气,领工钱时,都觉得对不住老板,大齐那会儿到处搞基建,陈胜吴广带着大批的劳工去揽活,结果迟到违反了合同约定,陈胜一看,不但赚不了钱,还得赔上自己脑袋,索性呢,就拉着这帮手下造反去了,周博太不关心这些大事,他已经两个月没接到活了,听说配线的县令被杀了, 周博就拿着索娜蹲在县令家门口等通知,他一定要接下这个大伙儿,足够他吃好一阵子了,可是呢,周博蹲了三天都没有见一个人出来,饿得都快扛不住了,于是呢,他敲敲的啊,推开大门,发现满院子都是死人,完了,团灭了,连个半丧事的活口都没有留下,周博只好夹着索娜回家了。 这几天外面乱腾腾的,一会儿说陈胜称王了,一会儿说邪安城炸了,村东腾到公告栏里贴完了争编广告,二流子们跟打鸡鞋似的兴奋,只有老人们苦叹,系统又要开国战了,周博很平静,他已经习惯了艰难的生活,只要有口饭吃就行。 一个月后周博去投军了,因为乡里的年轻人几乎都走完了,剩下的孤寡老人死都死不起,就算死了也埋不起,这把唢呐养活不了周博,其一队伍和创业公司差不多,都是没钱没人没地盘,开局一张图,理想全靠吹。 周博刚来到沛县招兵处,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台上唾沫四溅,什么暴情和无道,我们要吃饭,我们要生存等等,这个人正是刘继,刘继也看到了周博,他当然记得这个吹唆呐,变得满脸通虎的人,每次都寒情默默地看着自己,好像他脸上有谱似的。 刘继微笑点头失忆,然后转过身继续演讲,我今年都48了都不怕,周博也被刘继的演讲感染了,原来人的潜力竟然如此巨大,他激动地摔掉随身携带的唢呐,还采成了稀巴烂,自己一直靠着玩意儿生活,却也被这玩意儿死死束缚。 刘继下台后,静止走到周博面前,亲戚地握住他的双手,刘继说,你能来真是太好了,我们队伍正确一个吹唇不好的,诶,能唢呐呢?周博尴尬地说,刚才被我踩扁了。 刘邦首战攻打狐狸,周博站在他身边,远远观望,看着一军击连攻下两城,战场看到浴血厮杀,让周博感到莫名的兴奋,他身体内某种炙热的东西,好像被释放了出来,周博当然不会练裤子,他可是一位被唢呐耽搭搁的名将,周博是个嘴巴的老实人,他吻声吻气地对刘邦说,我也想打仗,接下来攻打印中,周博一直冲杀在最前面,吹唢呐可能啊,真的很练费国量,周博第一个跑到城楼时,后面的同胞, 都累到躺在地上吐白沫,刘邦很高兴,当众奖赏周博五大幅的爵位,周博感觉很棒,靠这发家致富太容易了,最关键的是过程还很爽,之后的一场场恶战,周博几乎都是不要命般的冲在最前面,屡见战功,刘邦和项羽是封头最盛的义军队伍,楚怀王这个假老板两团都惹不起,就给二人封头一事加奖,刘邦呢也给手下人分蛋糕吃,周博被败为虎奔令,此时 距离他饿了肚子去投军才一年零两个月,周博不再是假的损呐,四处走去的一人了,他又完命苦干换了尊贵的身份,灭情之后,项羽扛着西楚八文金匾衣锦还乡,却让刘邦滚回汉中所小王,一直上啥都不上礼,吃啥都不吃亏的刘邦召开了明修战道暗渡陈仓项目研讨会,周博的桌牌是五威猴,四年的楚汉之争, 连韩信都恍惚着相当忙了,周博却一直老老实实打仗,从来不拿自己当领导,为刘邦坐庄立下了汉马功劳 项羽被干掉后,刘邦封周博为将侯,还送给他一个信符,郑重承诺他的爵位,世世代代都不会断绝 接下来,周博又为刘邦称帝出生入死,他在讨伐异兴王的反叛中功劳最大,刘邦一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掩毒 他喜欢朴实无华,老实敦后的周博,常常为重任,刘邦死前,吕后咨询工作交接问题,吕后问,萧何死后谁能当丞相,刘邦道,曹三 吕后又问,曹三死后呢,刘邦说,王林吧,但需要陈平辅助,周博不会说话,却老实忠后,将来安定刘氏江山肯定是他,让他做台位吧 吕后再问,他们都死了怎么办,刘邦回道,你男人都快挂了,你就不关心下,那么长远的事情,鬼知道啊 刘邦死后,吕后利用皇太后的身份独揽朝纲,分除了刘邦非刘姓不能封王的白马之盟,大肆分封自家兄弟做王 大哥的女人惹不起,周博全力支持,吕后当了15年,大汉帝国丞相虽然换了三尘儿,但是却一直是在沛县军工集团的圈子里打转转 而周博这个工人的厚道人,也一直稳坐在大汉帝国最高军事掌握的交椅上 公元前180年,身体一直挺好的母老虎,竟然被一只野狗咬伤,身体是急转直下,这个克制了一辈子的女政治家,在临终之际却犯了糊涂 为了吕家的前途,她铤而走险,将手伸到了周博等人的头上 短短的一个月之内,并入高峰的吕后就从沛县军工集团手里,同时抢走了相权与军权 那个曾经因为待遇不公平救赶和刘邦当面罗对面骨败车的周博,他能忍吗?肯定不能忍 等到吕后死透了,周博和陈平重植白马蒙氏的大旗,联合诸命了诸旅,拥立代王刘恒为帝 周博诸旅名为政变,实为旧汉,不仅开启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文景之志 也让汉朝的国座从吕后弄悬后,一直延续到公元220年长达400年的时间 下课